来我们请教一下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做事有态度 但身段柔软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的体板 这个做事有态度 但是身段又特别柔软 能够成就大事情的 我们请大家参考一下太阳星座 还有上升星座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三位来宾 太阳星座以及上升星座分别是什么 我们的佩云的太阳星座是射手座 上升星座是金牛座 那么我们的宜征的太阳星座是双鱼座 那么上升星座是处女座 我们的丽如姐姐是狮子座配上摩羯座 那么看来宾我们的主持人以及观众朋友 谁有上榜 来第三名上榜的我们要恭喜的是狮子座 我们丽如姐上榜的 对对对他身段还蛮柔软的 做事有态度 但是身段够柔软 不简单 是才华出众 而且他的柔软是能够提心后背 大家都 他还够温暖 对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狮子座 不管是男艺人还是女艺人 尤其我们的丽如姐 就是身经百战 野台戏我也能演 那个电视剧我也能够演 舞台剧我也能够演 我才华出众 但是他的柔软是什么 我能够提心后背 就是说 这个位置呢 我演得非常出色 但是我愿意传承 我愿意分享 我愿意带领 共同有兴趣的人 往这个文化 往这个艺术的道路 能够迈进 他的柔软是不会有大头症 不会就是说光芒我一个人要 只让我被大家看到 其他人我要遮蔽 不会 他的态度是说 我做事情 该演什么 什么扮相 我就要有什么扮相的一个表现 什么样的跳舞 我就要有跳舞的身段 所以整体来讲 让人家觉得说 你做事情 真的就是非常好 才华非常的不错 而且还能够有提膝后背的 这个哑量 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做事情会成功 太好了 那以后这团就交给你管 人事就交给你管 我后背就才管 不过去 人事方面 是 可以的 能够提膝后背非常不错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亚兰姐有上榜 我们刚刚查了一下 这个洋团长也是天蝎座 我们来看 天蝎座的朋友 有态度 而且身段柔软 是能力超群 但是面面俱到 刚刚我们丽如姐姐有分享到 就是说 过去跟我们的亚兰姐共事 你会发现 她很多东西都有在注意 不只是装法 你的这个唱功 或者是走路 或者是说各种的细节 其实对于天蝎座的朋友来讲 这都是她做事情 非常有态度的这个面向 对于工作的投入度 不会有这个 自己呢 不会这个打折扣 那么她的柔软部分是说 她能够 今天来到这个位置以后 仍然能够干嘛 亲力亲为 不会说这个事情 交给下面人去处理就好了 这个事情呢 你只要最后报一个结果 给我就好了 她不会 各种的细节 文字的部分呢 她都要细细推敲 台词 或者说每一句话要怎么讲 那么音乐要怎么搭配 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交给后面的 什么编剧啊 或者是交给统筹 去处理就好了 但是她不要 她要做到面面俱道 好准喔 是 好多工精 就是他们这种型的啦 但是呢 仍然能够让人家觉得说 哇 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才华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还能够做这个很 很这种助理性的工作 他们还是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式来做 让人家觉得能够佩服啦 所以天蝎座的朋友 能力超群 面面俱到喔 大家值得学习 但是呢 还有一个名次的星座朋友呢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喔 是做事有太多 而且身段柔软的 就不能不提 天平主 哎呦 哎呀 快点啊 哎呀 我觉得柔软是有啦 但是成大事是没有的 好啦 有啦有啦 明年啦 明年明年有 好来来看 天平座朋友呢 做事有态度 身段又柔软 有的了 来是认真又努力 而且呢 形象很优质 非常难得啦 天平座不管在演艺圈 模特圈喔 那么 演电影的 其实很多天平座有才华的人喔 那么呢 他们其实呢 就是一路以来做这个行业的 都是呢 做得非常的长久 能够做到长青术 不简单喔 好 长青术耶 长青术耶 意思就是说资深老演员 哈哈哈 资深就好了 干嘛加上这个字呢 他敢说长青术耶 我只有说 我只敢说长青术啦 哈哈哈 但是呢 仍然呢 到现在都能够保持形象的优质 跟优雅喔 这就不能 这就不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时间做得长久喔 还要保持当初 当初的那一份热情跟初衷喔 本身呢 这就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但还能够坚持 就让人家觉得说 哇 你这个做事就能够有态度 为什么哄你 为什么是 不哄别人要哄你 就是因为你自己呢 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而且呢 形象优质 大家喜欢喔 那么友善朋友 狮子座 天蝎座 天蹄座就是 做事有态度 身上柔软 给大家做参考 来 那接下宜珍 说你觉得 亚兰姐能够拿到 女世帝 就是金钟奖的 电视的 最佳男主角 你觉得不是偶然的 那当然 亚兰姐 我只能说 她真的是实至名贵 为什么呢 她任何事情都是 亲力亲为 做到一个极致 然后 我觉得她给我印象 完全不同的是 平常我们看她都好像 高高在上 就是 就是她就是 掌握全场的人 可是当她 之前我们拍 忠孝节役的时候 那个杨阿姨 她在演的时候 对 亚兰姐是 一直跟在 杨阿姨身边 然后她是 不管她有没有戏 亚兰姐有没有戏 她一定全程跟到尾 都要陪你 帮阿姨地 茶水 帮她弄妆 帮她的衣服整理 然后 她的台词 然后剧本 完全都跟在旁边 没有一样是 漏掉的 她真的是 全方位的助理 我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 因为 通常都是 你感觉上 一个人已经 她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她不可能再去 做那样的事情 可是亚兰姐不是 她就是 完全遵师重道 对 这就是我们 羊团的特色 对 真的是让我们感动 我们都会做小事 你们了解吗 一刚开始 杨阿姨的助理是 利盧 然后我进来的时候 就由她带着我 然后两个当助理 然后你知道吗 她居然会说 喂 婉女啊 婉女啊 婉女 我要出去了 去洋会你知道吗 就像我一个 不然的 我们两个轮班嘛 有时候她 有时候我嘛 没有 到后来都是我 所以结果 台北你人身地不熟 你要去哪里 对不对 所以你就乖乖跟着 阿姨旁边就好了 对啊 而且她那个 刷牌 她那个时候 桃花比较旺 对 对不对 有很多要应付跟对付的 对啊 然后就全部都是我一手包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东西 杨阿姨的那个美感 跟她的演技都学起来了 双声鼓励 鼓励 哎呦 那谢谢我给你这个机会 感谢你的爱 对 那这样杨阿姨 有没有传给你什么 是没有传给别人的 应该很多 我觉得你要懂得 去学习那个美感 应该是都有传 就看你有没有接到 对 有的人看得到 有的人看不到 那你要更加努力 我觉得她也不是一个 藏私的人 就像我也是一样 我也是不常识 我也是全部都会倾囊相授 全部告诉你 那但是 我跟你讲 就是有一个阶段 像我刚来的时候 也是会 搞不懂 就是你跟她讲太多 也搞不懂 是 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个四弟 我这个手势比很久了 我当神没看见 因为你一定曲解我的意思 不是 只是有些人 脸皮比较厚 然后可能一个人 每天就是化一个妆 然后我说 阿姨阿姨你给她看我这眼睛卷了好吗 阿姨说这边就卷了 这样比较厚 这样比较厚 稍等一会 稍等一会 你给她看我 我现在卷了就比较好 一天问十多次了 你懂这个意思吗 很好学 真的不倦 真的 我就不是那一种厚脸皮 我也不是那一种的 我真的也不是那一种 那我跟你一起演三花好了 那个是用厚脸皮来形容 那是好学不倦 对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结果跟你讲 到现在我的眉毛也没有画得很好 没有啦 真的不好画 真的 尤其是 画眉毛只是一个学问 对啊 一个角色来讲 你是女生 然后把它画成 比如说你要什么 你是演英雄 还是演皇帝 还是演四金小明 那个眉毛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学到一个极致不一样 对 那艾菲尔老师这种眉毛是 他应该是 算得很准的 不是 有画就好 跟基利如同挂的 我都是画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吗 三花都是画满面碎碎的 很可爱 很可爱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足 跟着心向 趋吉毕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 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